欢迎收看第五百五十期ETV 我是主播林音柔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注本期的新闻题要 开学之际 中正大学的师生们早已忙得不可开交 选科系统却大当机 开学前系学生人无从得知课表 也无法引连签单 造势其因为旧系统不符合资安规定 所以需重建新系统 为此校方除了召回旧系统外 学生会也提供协助管道 让学生们能够及时反映相关的问题 随着112学年度新学期的到来 中正大学的学生们也开始纷纷收心 准备在学校展开星期一学期的课程 然而 学校选课系统却似乎迟迟没有收价 导致学生选课时遇到重重阻碍 尤其新生对于陌生的选课方式也手忙脚乱 这也引发学生们的不满 并且在Keycard上多有讨论 上学期选课的时候 就是忘记截图 然后其实会忘记自己有什么课 第一周的课都没有办法列印加签单 没有办法加签就没有课 然后没有课就没有E course 所以老师在上课的那个PPT什么的 我们其实在下面我们是收不到的 新一学期的选课系统确实为学生们带来许多不便 听完学生的困境后 学生会与校方也分别做出回应 在配套措施与解决方案上 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因为系统太老旧了 主要是为了治安 我们就做了更改 就把新的系统上线 新的系统我们有经过测试 功能测试都没什么问题 可是最后上线的时候为什么出问题 主要是因为压力测试 没有做得很完整 这应该是一个可以避免的事情 就是虽然大家也知道 选课系统它也不是第一次出错了 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说明的是 其实资讯处他们也一直有 我想要再做改善 能力真的很不足 那我们尽量这一年当中有在补了 我们派了两个非常优秀的 年轻的工程师进去帮忙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两个进去帮忙 所以我们才得以在这一次 就是暑假之后呢 赶快把它新系统做出来 在学生会与校方的说明下 可以了解到学校对于 更新选课系统所遇到的瓶颈 学生会在往后开学的选课时段 又会有什么主动作为 协助新生们完成选课呢 校方又会对学生许下什么样的承诺呢 系统在严格的功能测试压力测试通过之后 才会再来再上线 所以我相信下一次应该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学生会有在之前那个懒人包里面 就是有去跟新生说明说要如何去使用那个选课系统 然后也有关于一些选课系统的一些时间的排程 然后我们在新生群里面就是也有不断的帮新生去更新他们的资讯 非常抱歉让同学选课期间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相信任何人选课的时候都发现奇怪怎么选的课又不见了 一定会很担心 欢迎同学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这边都开放 随时随时可以跟我们反应 此次选课系统事件引起许多中正大学学生们的高度关注 校方也坦然接受每位学生的建议 希望学生与学校间可以搭起一座良好的沟通桥梁 让双方的互动更加美好 中正医报 吕玉维 叶雅杰 中正大学报导 今年的登革热疫情自6月13日起出现第一起本土病例 并持续累积感染数至今 原因包括新冠疫情趋缓境外移入人口增加 各地观光游客增多以加速登革热的传播 以及气候因素影响解决资深 民众平时应落实寻道轻刷 并时刻留意自身身体状况以防重症 今年的登革热疫情十分严峻 截至9月中旬为止 台湾本土登革热累积病例数已达到8000多例 是自2015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疫情 而高温气候和连续性的降雨造成解决的大量滋深 同时由于新冠疫情趋缓 境外移入增加导致人口密集 进而影响了疫情的传播速度 从这个气候来讲 从环境还有这个游客的角度来看 过去疫情都是比较不严重 那今年开始严重 除了有这个境外移入的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环境气候在改变 日势好像越来越严重 因为下雨的关系 然后从南到北越来越严重 觉得说今年好像是南部这边比较严重 就是积水的容器我们都有在清了 预防做好一点 就是不要让登革热真的是发生这样子 台湾登革热疫区主要位于台南以及云林地区 疫情传播的主要因素为 并没闻叮咬人或动物形成病毒的扩散 而相较于百姓斑文 埃及斑文由于具有多人吸血的特性 所以拥有非常快速的传播速度 埃及斑文跟百姓斑文 它的生态习性完全不一样 埃及斑文它会反复叮人 也就是说它要吸饱一次血 它要叮四到六个人 那加上它喜欢在室内活动 室内休息 所以跟人的接触就更密切 此次传播的登革热血清病毒 是症状较轻微的一型 但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不同形态的病毒交叉感染后 会有更高的几率获得重症 所以民众需要注意自身病史 是否曾经得过其他病毒形态的登革热 而特殊族群像是幼童 年长者以及孕妇 更应该要注意自身安全 登革热病毒有四个血清型的行别 那登革一行 它在临床上的表征是比较轻微 但是如果在社区里面有三种人 比如说小朋友 孕妇跟老人家 特别是有一些供病 像糖尿病 高血压 或者是洗肾 或者其他的什么心血管相关的疾病 那这些人他就有更高的风险 可能会研发成重症 重症 就是所谓的出血性的登革热 那主要它是会有出血性的现象 就比如说有伤口就容易出血 它甚至会内脏会出血 所以它会造成休克 所以可能就是需要自厌治疗 为有效防范登革热 民众平时应该正确落实 寻到轻刷四步骤 若是发觉身体不适 应该要积极寻求医师的协助 透过快筛了解自身身体的状况 才能有效预防重症 中正医报 徐一珍 刘伯薇 综合报导 台湾行人地狱之恶民 并非近日所见 然而随着民众对于行人路程的观念 逐渐兴起 许多民间团体积极向政府 呼吁改善道路环境 交通步行条例已于近期上路 行政院也于行人交通安全政策 纲领提出短、中、长期的执行项目 计划在四年内全面改善交通环境 根据道安资讯网统计资料 去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3064人 其中行人死亡人数为394人 程度行人安全 交通部于六位底实施交通新制 位底让行人最高划则提高市新台币6000元 行政院也提出行人交通安全政策纲领 计划在四年内全面改善交通环境 看那个把红绿灯的状况吧 对对对 因为有些道路的话就是红绿灯也比较快啊 或是怎么样 就是走过来还是觉得是算安全啦 我觉得在可能在台北的时候会比较明显 可以看到车子会离让行人 在彰化的话车子就不太会离行人 明天团体则经济向政府呼吁改善到了环境 行人临死亡推动联盟近日于环路与民大游行中提出五大诉求 对此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立场与联盟一致 尊重行人的入权 对于相关建议会虚心检讨 其实执法执法面的效果是有限的 因为它就是有喝酒的作用 但不能只有喝酒的作用 缺点就是缺少了整个有系统性的教育跟工程 工程改善了 驾驶人自然而然就会紧张心的 但其实学者专家跟政务委员跟施下室首长 都不见得真正了解民间的声音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有公民团体 或者是有伸仗者 你看伸仗者如果走得安全 其他不是伸仗者的人 走得肯定绝对安全 我们要谈的是临死亡院警 交通不是唯一的指标 我们要打造的是院警 永续交通跟让他小孩 让所有联邻层的人 不同族群的人 都可以安全舒适地活在这个城市里 交通部则表示 打造人本交通的道路环境 需要一点时间 其实我们有在做一个调查 我们其实在8到9月的时候 有针对于违规律在做一个调查 就是车辆不停让行动的违规律的一个调查 目前这个资料正在整理当中 那未来我们整理完之后 还是会对外公布 就是说各线是在停让 车辆不违规不停让行动的一个违规情形 还是会对外去做一个说明 死法其实也是教育的一个环节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其实是也可以加强导正这个国人错误的一个行为 也透过这样的加强的取缔 然后罚款的提高 我想国人对于停上行人的这个观念 还有行为的改变 其实是有正向帮助的 下了车 女我都是行人 打造行人友善的环境 去从全民对社会责任的观念培养起 建立人车共享道路的意识 并且认知到交通事故是可预防和避免的 中正一报记者蔡依庭建明柔综合报导 为了提供更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国立中正大学在今年暑假期间 进行112年校园整体规划改善工程 校园中述出有问题的道路 被重新修缮 标志线也进行更新 并在重要路口 新增了自行车道穿越线 对此学生们有不同的感受与看法 校方也有话要说 国立中正大学在今年暑假 完成校园整体规划改善工程的道路施工 国立中正大学总务处 营善组组长陈冠廷表示 学校创建至今30年 校区道路存有铺面烈化 树根串生隆起 坑洞等情形 对此学校于107年开始编列预算 逐年分段办理道路改善 以提升行车安全与舒适度 此次施工改善积极路 修德路两侧自行车道 图书馆停车场车道铺面 学士班宿舍路段路基改善 对于施工过后的道路 学生的感受各不相同 感觉东西不会再被震出去了 比较平宜一点 斜坡 斜坡可能需要多一点那个减速的 因为有些人脚踏车不好 因为危险 国立中正大学总务处 营善组组长 陈冠廷指出 先前有学生反应路面 减速丘过于突出 容易使自行车骑程翻覆 经评估决定拆除整坪 改成比较平缓的减速标线 我们的地形地貌 最主要是有斜坡 斜坡我们之前都有一些 强迫性的减速垫 减速丘 它那个路途会造成操控不便 造成意外 活动中心前方十字路口 新画设的自行车道穿越线 也同样引起同学们的讨论与关注 画那个好像有点多余 因为画了也没有人会遵守 没有人会骑在那个格子里吧 有点太小 我觉得不太符合我们 就是骑脚踏车的人数 上学的话一定都是一群 就是一群人过去 专业的时候 他不愿意让你并排 你两步一起起就会造成那种危险线 我本来想说我们的通道那么宽 我们给他画宽一点 他怎么起 按照交通瓦规就是不能并起 国立中正大学总务处银善组组长陈冠廷表示 明年仍持续编列四百万预算进行道路设施之修缠 每年都会有这个规划 学生假如反映说哪处有什么不平的地方 他们都会很快就解决这些问题 学生除了可以将校园道路问题反映给学校之外 也提醒同学应减速慢行 并且留意自身与他人的交通安全 中正一报黄岳竹李仪化中正大学报导 日前中正大学自贡系与通讯系的学生联手合作 运用科系专业制作排课表网站供全校学生使用 不仅可以自定义每个时段的课程颜色及字体样式 更是与中正大学的课程评价网站合作 让学生可以在安排课程的同时 直接了解课程的内容以及评价 吸引许多学生使用 三位自工系与通讯系学生应用其科系专业 制作排课网站CCU Class 此网站除了可以直接搜寻课程进行排课 还可以自行针对课程设定不同的颜色分类及文字样式 更是可以直接看到课程评价 那时候我想说可以看一下课程评价 顺便可以排课这样子 学校选课系统就没办法看评价 就只有老师给的那种大纲之类的 学生利用科系专业制作网站提供给学校学生使用 可以说是一大成就 针对他们为什么会制作这个网站 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其制作的动机以及遇到的困难 我们最主要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学校的选课系统上面不是会有一个可以让你查课表的地方吗 我们学校的课是有分数字跟英文字母的那种课人 就是他的时间长度不一样 然后学校的那个选课系统上面的那个课表很容易混淆 你直接看课表的话你不太可能会知道说这一节课是确切是在哪一个时段 所以我们就打算自己制作一个课表让大家来使用这样 花了我们很多时间去检学这些困难 不管是可能东西没有存好 或者是前端伺服器跟后端伺服器之间的这个互动 一开始旧版网站上线没多久的时候 突然我们做了一些小的更动 怎样的就可以把伺服器成为弄爆 日前CCU Class的团队在学校版的公告中提到 台课网站目前不仅以语课程评价网站合作 更是期望能够与校方的选课系统直接联动 首先我们是希望学生可以给我们API 就是可以让从我们这个网站去选课 学校是跟我讲说这东西是技术上是可行的 但是就需要有一些资安的保证 就是保证我们这边不会泄露出大家的张力讯息 然后不要反而让大家的账号被盗 除了以上提到的目标之外 CCU Class团队也将会持续更新网站功能 比如说我们已经有先写好那个 可以在每一堂课记备忘录的程式码了 下一次更新就会上线了 然后还有我们也要新增就是用时段去搜索课程的这个功能 因为很强就是你有一个时段是空的 你不知道排什么课 所以我们只要看这个时段内有什么课 我觉得这功能应该比较算实用一点 因为我自己也很常需要用到 然后还有目前我们有个很基本的没做到 就是可以用老师的名字去搜索课程这件事 这三点应该是我们一定在之后会做到的 杨奇隆同学指出 后台显示目前已有许多学生利用CCU Class进行排课 相信未来与学校选课系统合作的目标 值日可待 中正医报 刘颖珍 林文珍 嘉义民雄报道 台湾有全民健保制度 确保民众不会因为负担不了医疗费用而无法接受治疗 然而无家者们居住与卫生条件较差 其中更是有许多是中老年人口 无法负担医疗与健保的费用 导致健保身份被迫中断 无法使用完整的医疗资源是无家者们面临的困境 我正在64岁了 不住到要活到几岁了 台湾有全民健保制度 确保民众不会因负担不了医疗费用而无法接受治疗 然无家者们居住与卫生条件较差 更有许多是中老年人口 但无法负担医疗与健保费用 导致健保身份被中断 无法使用完整的医疗资源 使无家者们面临的困境 没有去缴啊 很久没有去缴啊 管他政府怎么怎么说 他也不会来抓我 没有钱啊 你借我啊 你给我啊 健保的 健保没有缴啊 这个社会很多都没有去缴 健保保的 那如果没有缴 等到真的生病了怎么办 买买那个便药 西药房 上次只痛啊 我吃这个啊 吃这个吃到胃脏 你说自己吃 吃痛啊 吃痛啊 有无家者提到 自己虽未胜衰竭 但非65岁以上免受医疗健保对象 且因低收入户申请 需计算加护所得 而无法申请 寻求帮助得到的答复为 无家者人可自行去就医 并奢账于医院内 就是说那个65岁就不用缴 健保卡啦 今年是64岁了 低收入才有 中低没有 他可能比较便宜有一点 低收入健保会不要 挂号会也不要 会有一纸公文出来 让他今年去医院挂号什么都不用钱 他那张变成是挂号单不对 我记得这三万人扩大 这是一年之内 卫生局其实有比 一笔经费是专门针对弱势 但是这必须透过我们转接之后 再由他们的社工人员去做认定 嘉义市政府有一些经费可以合销 有些医院其实他们只是签单 只有一个欠账 医院还是会让他进去 他欠账不是由医院来洗手 对 但有医院会一直去打电话去追讨 去追讨 但是他也知道追讨他没用 大部分的医院他自己都会有一些 经费来支付这部份 看病没有付钱的话 你下次就可能没有办法看病了 对啊就是会有列管 那我们要怎么办 其实那个私底下的做法 他会叫急诊 直接送急诊 因为你就是要救人 医院有他的责任在 他也不是故意要收账 他就真的没有工作 你就欠钱了 卫福部在9月6号宣布健保第六类中 65岁以上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又没有家人抚养的保险对象 将全员补助每月826元健保费 预计年底完成方案 明年实施 目前已有许多无家者与相关机构 提起倡议修法 希望低收入 互申请条件能修订为 若被认定为无家者 不用拥有户籍 也能有中低收入的补助 中正一报 八掌系第七届嘉义国际啤酒 超半程工艺马拉松 由嘉义市体育总会主办 于9月17日凌晨5点30分正式开跑 吸引了超过3000人报名参加 赛道路线从弥陀的音乐桥开始 沿途经过蓝坛 仁义坛 跨越了嘉义县市 不仅是一场工艺活动 更是能让民众认识嘉义的美丽 已经 由嘉义市体育总会所举办的 八掌系第七届嘉义国际啤酒马拉松 于9月17日正式在 日印水样公园起跑 现场有超过3000名参赛者 来自11个不同的国家 路跑路线从弥陀岳桥开始 沿途经过蓝坛 汉人一坛跨越了嘉义县市 主办单位在赛道补给上 准备的十分充足 更准备了大量的啤酒给跑者 马拉松结束之后 也举办了喝啤酒比赛 让现场的气氛变得更有活力 我们的核心里面主要是支持台湾的烟酒 毕竟我们都是台湾人 所以我们就爱用国货 所以我们的活动里面 都只有台湾啤酒产生的酒量才可以 啤酒马拉松虽然是一场竞赛 但同时这也是一场公益活动 主办单位不仅开放台湾脑性麻痹协会 患有身心障碍的选手们 提早一分钟起跑 更将募集到的晶片和索德工益款项 全数捐给当地的工益团体 现场民众也对这次的路跑活动 感到很满意 啤酒供应十分充足 沿途风景非常美丽 但同时也反映了场地较小 路线规划有待加强的问题 啤酒喝到烤 有烤乳酥 企业赞助不错 然后沿路的风景都很漂亮 台湾啤酒站 回来的时候动线太挤 就是要跑回终点的时候 都挤在一起 有些就是已经跑完的 在玩赛里 可是他们都挤在跑道上面 因为最后是冲刺 然后就是塞在那边很难跑 需要再改善 嘉义国际啤酒马拉松 目前已经办到第七届 主张公益和运动的结合 由于没有和政府申请经费 主办方选择和在地企业合作 以企业赞助的方式来进行活动 不仅养成良好的运动风气 也带动了周遭经济效应 更让嘉义的美 能够被更多人看见 中正一报 张杰宜 郑明云 嘉义市报道 毛孩的幸福就在嘉义市 近年来 饲养毛孩的风气顺行 9月16日 嘉义市政府举办的 毛起来爱你动宝加年华活动 让四组透过这个活动 更贴近毛孩 现场也提供免费晶片植入 与狂犬病疫苗 期望提升四组的责任心 与培养照顾毛孩的观念 今年9月16日举办了 毛起来爱你动宝加年华活动 幸运许多民众带着自家毛孩 前往同欢 除了有闯关活动 宠物趣味竞赛 100份免费晶片植入 以及限量300份的狂犬病疫苗施打等 还有专业美容团队免费为毛孩剪指甲 更设有流浪猫犬润养摊胃 一系列的活动充满欢乐外 也富有知识性 达到寓教娱乐的效果 我们的宠物登记数 已经超过了我们的 一个小孩的出生数 那么现在很多人的毛孩 已经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般的照顾 所以我们就希望有一个动宝加年华 可以来推广很多的一个 四组的责任的教育 宠物友善空间认证标章 也是家义士力推的政策 其中包含了旅游的五大需求 食 素 油 构 行 就连福的部分也有庙宇可公民众位 毛孩点光明灯 祈福消灾 我们就开始成立这个动物友善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在第一年呢 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有六家来加入我们 那去年呢总共加入了27家 到现在为止最新已经到了55家 反应很热烈哦 而对于这次的动宝加年华 带着毛孩的民众除了咨询到专业意见外 也对于家义士迈向动物友善城市感到心安 认为毛孩友善这方面确实需要被照顾到 给狗狗训练胆量 我狗狗很胆小 然后顺便那个十合一打针啊 因为我们家有领养猫咪 然后要带它来打晶片跟狂犬病的疫苗 刚刚打疫苗的时候 有问一下医生一些基本的猫咪的一些小问题 对都有得到那个解答 当然是对毛小孩有比较好的照顾会更好啊 我觉得非常的好啊 因为本来就是要对宠物很友善 对因为我们也是领养了猫咪之后 才觉得这一块应该要慢慢被重视 随着饲养风气的顺行 政府也有对于狂犬病疫苗与晶片之路的相关规定 其实宠物晶片就像他们的网络身份证 藉由扫描 它所有的氏族或是相关的一些身份住民 全部都会在网络上面然后显示出来 狂犬病的话是一个人序共同传染病 那它的感染的对象的话 只要是温血动物都会被感染 它会攻击被感染动物的神经系统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就是家中的一些猫小孩 伴侣动物能够施打 藉由嘉义市举办的毛起来爱你动保嘉年华 为民众提供了许多知识与观念 希望民众可以用心照顾毛小孩的一生 中正一报 元杰邱一生嘉义报导 为期整个夏天的萤火虫电影院 露天影院南部巡回 于9月16日带走国片哈勇家 去嘉义市中正公园播放 露天影院巡回至今举办于10年 致力透过不同议题电影的放映 举办映后座谈会 并且邀请相关影人 为地方民众带来许多优质的国片和知识的分享 由台湾南方影像学会执行的萤火虫电影院 露天影院南部巡回已举行近10年 致力带着国片走遍全台大大小小的乡镇 这次他们带着荣厚多项金马提名的国片哈勇家 于9月16日至嘉义市中卷工人播放 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地方 都很轻易的可以到电影院里面 去做一些观影 那同时是说露天影电影这个不一样的体验 其实对于老一辈的人可能会觉得 还蛮怀旧的 就是自己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那因为其实我们学会的宗旨就是 致力于推广影像教育 那还有影像美学的部分 我们就是很希望是说 透过一些实作的一些活动 实际的参与 那可以让民众就是可以有更多机会接触电影 那同时我们透过这个活动的话 其实我们会可以跟更多的不同地区的一些单位做连接 除了电影放映外 萤火虫电影院也会在每场电影播映后 举办映后座谈 促进社区民众交流 并不定期邀请电影相关的讲者 到现场与民众聊天 带给社区电影相关的知识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口红群的声音 还有大提琴去做变排 我想在萤火虫电影院非常强调是一种社区放映 那有时候会是在一个社区的活动中心 有时候会在这个户外的广场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其实是透过一些电影的放映 还有聊天的方式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预期说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是希望说我们看完一些电影之后 我们自己会有一些心得来分享 我觉得有再次提醒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包括哈勇家这部的泰雅族语片名 就是叫嘎嘎嘎 这种家族内部的纠纷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可以从电影当中 有一些投射跟共鸣 所以它也不只是在讲泰雅这件事情 我想对大部分社区来讲 它可能就是一个纯粹的看电 它看电可能就是一种休闲跟娱乐 那当然能不能够在这个休闲娱乐之外 得到更多在资讯知识 或者是在一些思考上面的更多的冲击 可能也要透过一些音后座谈 或者是大家能不能看到一些影片之外的 这所谓的悬外置影 因为其实每个放映的区域 他们可能或多或少会面对一些 目前社区比较遭遇到的一些 想要解决的一些环节 共同讨论处他们觉得蛮适合 就是我们当吃活动播音的影片 透过《引火虫电影院》 学会将影像的美学与文化带入社区 让资讯与知识的传递跨过校园的围墙 广为流传 中正一报张凯和郭俊逸 嘉义市报道 将才工厂团队通过嘉义市政府 环境保护局 社区驻地环境改造计划 凝聚社区共识 与在地寄职学校合作 让废弃空间以新面貌重生 热络当地生意也带动相礼间的氛围 今日将才也积极举办 职涯发展人生探索等活动 提供共享空间 鼓励青年在地生根 尽情挥洒创意 将才工厂是社区规划师 筑地改造的成果 矿木气息缭绕的绿美化空间 五年前却布满脏乱垃圾山 1983年 北新路桥新建 组阁往来人潮 后裔社区逐渐没落 原先的酱菜工厂 成为百费带新的闲置空间 已经年久 所以其实没有再使用 后来我们就觉得 这样的酱菜草应该被保留 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 用原本的方式 因为有点危险 所以我们就透过一些设计 包含把它填平 然后做成这个 有点小农地的概念 那就是做成 可以跟社区共享的一个小菜园 凝聚众人的力量 打造社区共享场务 这样的创生能量还带到了社区中其他角落 酱菜工厂前进传统糙米夫商行 为古早味注入新气象 酱菜就是来面一个小姐 她就来找我们讨论说 要来跟她们改造这个店头 我们主要就是改造后 让我们的行李会更好 他们会带一些客人还是朋友 会介绍过来 把我们改造后 让我们的行李会更好一点 身处劳动力外流率高的地区 酱菜工厂引导当地青年 探索嘉义的可能性 透过培育青创团队 办理支押活动 让在嘉义生耕的青年 有了更多选择 她不见得马上在这个当下 获得到马上帮助她 可以就业的工具 但是可能一定会留下的 都会是她们在这个历程过程中 不管是结交到好朋友 或者是说面对受挫力的提升 在这些比较软性层面 应该都是不同的累积 我们来到新空间之后 我们还是希望在空间里面 去保有嘉义的特色跟元素 所以会看到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的设计 第一个 我们还是使用了蛮大量的 块木的元素 那另外我们也是在去争取了一些 旧的块木窗框 所以这不是从原本的降材搬过来 它是我们重新在为这个空间打造的 举办各种交流活动 也开放租界 让场域创造无限可能 不同背景的人们相聚在这里 想法付诸实践 让改变化为可能 降材工厂持续发酵 酝酿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中正一报 王怡静 孙佩云 嘉义士报导 孤老的心愿摄影展 于9月14日 在总业立地文创食堂正式开展 透过摄影师李范婷和李维珍 记录爱心天使战 服务麻豆长者的日常点滴 展出作品除了有富有麻豆在地元素 也提供观展民众 与作品直接互动的设计 带领观展者从亲身的感受出发 进而了解掌正的需求 为庆祝建站13周年 华山基金会麻豆爱心天使站 举办孤老的心愿摄影展 不同于以往的活动形式 透过影像让外界看到长辈们的生命故事 这次算是特别的就是透过 用摄影展的方式 那去记录我们可能从长辈的 孤单的一面到后续 就是他们愿意走出来之后 然后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除了服务过程 摄影展也显示在地样貌 有以麻豆第五公有市场 为场景的记录 许多长者也在照片中真情流露 让观展者充满共鸣与感动 就是一个阿嬷 她在说她的过去 笑着她的过去 说到蜡蜡地露 我感觉很感动 我很爱那张 看起来都是蛮深刻的 因为我们 总有一天会走到那个年纪 所以感触很深 孤老的心愿摄影展 虽然无法呈现出 麻豆的日常全貌 不过借由影像与展览互动设计 让观展者思考 何谓孤老的心愿 重新正视长者们的需求 孤老的心愿是配搬 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主题 是希望让大家看到 孤老的心愿是什么的时候 然后大家心中会有一些想法 或者会有一些疑惑 我们时续去看到长辈的一个 独居的样貌之后 会发现他们真的是很孤单 有一个长辈 就是因为疫情期间 而新冠肺炎 当时阿嬷进去之后 到后续被发现了 肺心为患 然后整个状况就急转直下 最后就是离开人世 就是当时义工去医院 看到阿嬷最后一面 然后阿嬷那时候 还有第四个情况下 是跟我们说 他就说了一句我爱你 以服务记录为主题的摄影展 相对少见 照片对于认识在地人文故事 扮演重要角色 孤老的心愿摄影展 以麻豆在地长者为主题 凸显长者陪伴议题的重要性 中正一报 简质量 柯荣荣 台南麻豆报导 棒球一直以来 都是台湾重点发展的运动项目 加上近期第31届U18世界杯 青棒锦标赛在台湾举办 中华队展现地主优势 取得亚军夹击 对内年轻好手优异表现引人注目 而嘉义地区作为台湾棒球发展的重镇 对于培育年轻好手之规划也值得关注 U18世界青棒锦标赛在9月10号结束 中华队在本届虽然袭败日本隐恨亚军 但自预赛开始到超级循环赛 累积十胜零败的好成绩 可以说是衰败犹龙 而嘉义市唯一科班性质的嘉义高中棒球队 虽然本市没有球员入选 但他们其实也是曾经的 台湾高校棒球强权 不乏在各大高中棒球联赛中 看到印上嘉义高中这四字的制服 嘉中棒球队最早创立于1935年 在当时曾经取得全国冠军的殊荣 而现今的嘉中棒球队为2006年重新组成队伍 近几年球队也不乏培养出职棒等级的人才 但近年嘉中也面临了人才培养上的问题 对此教练也有以下看法及对策 其实这个人才的外流还有面对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还是少子化 那其实少子化来讲 变成说你从最基层的一个国小端国中端 打球的人口数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那相对的有一些像私立学校 他们会要还是要去广告到学校的一个人口数嘛 所以他们会提供很多的一些优渥的福利啊 像什么学杂全棉 甚至全工费 嘉义高中棒球队在人才招病上 除了基本的培养球员 也不忘关心他们的学习状况 除此之外 嘉义高中棒球队也希望借此特色来吸引国中端的棒球人才 使其在高中的这三年中 不只是一位优秀球员 更是拥有远见的有为青年 其实不外乎就是说 进来学校不是只有打球啊 在棒球队里面我们的一个成绩的考量也不能太差 我们也希望说未来的嘉义高中 他走的方向可能会跟其他一些科班会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培养一些可以就读大学 更好大学的一些人才 嘉义高中在这个棒球胜利上虽然走的艰辛 但相信只要坚持下去 秉持着自己的特色 就能够在这棒球之岛上再续风华 你知道优格里除了益生菌 还富含丰富的高生理价蛋白质 维生素B2 钙基甲等营养成分吗 位于嘉义市东区的一家手工优格店 老板坚持从优格到果酱都亲手制作 希望能将健康以及幸福传递给顾客 小小的店里却充满温情 透过店内的摆设也能感受到老板的用心 嘉义市与一家优格店 老板娘对优格的喜爱是老板柯伯仁的主要开店动机 因为老板娘喜欢吃优格 老板毅然决然的为了老板娘洗手做羹汤 学习如何制作手工优格 为了追求口感 老板亲自与厂商合作 挑选优质的菌粉来调配优格 使其口味更符合顾客的喜好 老板娘说我不希望因为这个酸 然后阻断了我对这个好东西的品尝 那所以说我们就去找生技公司 愿意跟我们配合的生技公司 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告诉她 然后她也愿意配合我们 把做一些sample出来 在创业初期 手工优格店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由于当时优格在台湾尚未普及 民众缺乏相关的知识 因此他们很难找到客源 因为大家都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大家都不懂 所以说我们就变成说 今天很难去推广这个东西 你要让客人试吃 然后要说明 要教好它 所以说其实很不容易推广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会很积极去寻求 比如说公部门市政府啊 或者其他公部门的一些资讯息 然后我们去投单 然后去争选去评比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入选之后 然后慢慢的因为几次的入选 然后去参展 然后所以慢慢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东西 在经过不断的尝试后 他们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 获得了许多奖项和积累了不少的参展经验 逐渐在嘉义的市场上建立起的人气和知名度 除了手工优格 店里还会制作手工果酱和果干 这些纯天然的产品不只获得了顾客的喜爱 也得到了业界的认可 优格的口感和风味应人而异 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 已经来过十几二十次了 算是第四次来这家店了 我之前我是台北人 我在台北其实很少有这种手工优格店 要不然就是一杯就很贵 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它其实蛮多选择的 而且水果都很新鲜 炎热的天气再来上一杯冰凉的优格 让人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中正一报 陈佳恩 吴淼轩 嘉义士报导 以上是本期的新闻内容 我是主播林一柔 中秋将至夜晚的气温也将逐渐开始转凉 提醒大家和家人团聚赏约的同时 也要注意保暖 避免着凉 中正一报祝福各位中秋佳节愉快 ETV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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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